好了,我們來做一些練習 他說假車跟乙車朝同一個方向進行如途所示 意圖來判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意圖來判斷下列敘述哪個說法是錯的 哪個說法是錯的 看一下 A,可以用眼睛就直接看出來了 BC株呢,要有一點點理解 我待會會問,誰是錯的 14多少 13 你的答案 不知道 C,你選C,請坐 B,C株,我當然要問你 所以我不解決 我只解決 A 發現 甲在後面,靠近遠點,乙在前面 所以乙車在甲車前方 所以A是對的 所以A是對的 不選 問題是B,C是對的 問題是B,C是對的 豬是錯的 蛤,你怎麼知道 B是對的 乙坐等速度運動 怎麼知道是對的 他說甲比乙車大快 你怎麼知道是對的 他說沒有停過 錯 你怎麼知道他曾經停過 請問你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乙車做等速度運動 你用什麼知道 好 22 22號 22誰 他因為線是直的 很好,請坐 他是一條斜直線 前面交過 ST圖斜直線代表什麼運動 等速度運動 等速度運動 直線代表 速度 一條直線就是一個速度 等速度運動 所以呢 乙車做等速度運動 乙車做等速度運動 OK 好 他說P點的時候 甲車比乙車快 這是對 你怎麼知道 甲車比乙車快 來,我暗示你答案 ST圖 直線代表速度 割線是平均 切線是順時 直線越斜 代表速度 越大 我說過 你要記住的觀念 請問你 你怎麼知道 P點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 三、四 你怎麼知道 用位移喔 請坐 不可能 不可能用位移做 位移要處理時間才是快 位移處理時間叫做速度 路程處理時間叫做速率 那你必須要有個時間 你才能夠知道 你必須要知道 時間才會知道 而且 才會知道 然後呢 而且那是平均 花一段時間 花一段時間 走一段距離 一段位移要平均 我問的是平均嗎 錯 P點那叫做什麼 順時 所以你不能這樣回答我 做切線 錯 那 乙就是一條直線對不對 就沒辦法就是同一條嘛 就沒辦法做的 乙就是這一條 假叫做切線 切線就是跟它相較於一點的那樣的線 那樣的線 然後呢 所以呢 割線是平均 切線是順時 所以藍線跟那條像黃線的 就是它的順時的快慢 然後我告訴你 劣時代表什麼意思 因為快嘛 那誰比較寫 假的藍線比較寫 所以假比較快 我看切線知道了 我看切線知道了 因為切線 沒關係 因為他問我的順時 順時要看切線 好 最後一個 他是錯的 他說假沒有停下來是錯的 你怎麼知道他是錯的 你用什麼知道他是錯的 看錯了 你怎麼看啊 你在講什麼 怎樣 不知道 不知道 請坐 我們有兩個方法 他原來是朝正方向進行 在踢住之前 朝正方向運動 踢住之後呢 朝腹方向運動 你要從 朝正方向 改成朝腹方向 一定要停下來 你往前走 你要Bug對不對 一定要怎麼樣 停住嘛 你才可能Bug啊 為什麼Bug 一定要停下來才能Bug啊 所以嘛 你原來朝正方向走 後來朝腹方向走 所以中間一定怎樣 停下來過 你才會有機會回頭 你不停就不可能會回頭 這是第一種方法 第二個方法 感覺比較有程度一點 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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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的怎麼意思啊 平的 SD圖直線代表速度嘛 突襲判別 平的怎麼意思啊 不動 靜止 靜止 不動靜止 所以我就知道它是靜止 所以我就知道它沒有動 我就知道它沒有動 所以呢 我就知道它是沒有動 所以由此 我就會曉得 它沒有動 最重要點的時候是靜止 在那個轉彎那一點 轉彎那一點 這在數學上喔 有一些數學上的想法 我們就不提了 不提 以後你們學那個 拋物線啊什麼的說 那些東西會提到它 沒管它 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這就是要你了解 所以不是你只要看到答案 會選答案 你要知道答案怎麼來的 怎麼回事 那請你會看這個突襲來做一些判斷 就是有關於我們的立體跟動腦時間 可以嗎 可以 對嗎 對嗎 對嗎